而因这一波车用晶片荒 台积电也发出了最新声明 表示会加速生产相关的车用产能 台积电指出呢 缓解车用晶片的供应是公司的当务之急 而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是既长又复杂 台积公司已经和客户合作 确认关键的需求 正在加速生产相关的车用产品 但是目前台积公司的产能呢 因为各领域的需求而满载 所以也正在重新调配产能的供给 全力地要支持全球的汽车产业